台北女子圖鑑 嗨大家好我是歐麥好久不見啦 最近呢有一部很夯的台劇台北女子圖鑑 裡面呢展示女生不同階段的租屋條件 像我最近呢跟一些女性朋友聊租屋 那發現說有一些東西對他們來說 呃是猶如他們租屋的陽光空氣水一樣 他們會非常的care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些條件有什麼 像第一個呢就是關於陽台的部分 陽台其實對很多女生來說它真的猶如陽光一樣 因為女生通常很多衣服要洗跟曬 那所以呢就是陽台的話它就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讓他們可以曬衣服的空間 而且呢通常他們也會運用這樣的空間去做很多的收納 或甚至是裝點成一個漂亮的小花園 可以塑造成一個自己很放鬆的小天地 所以呢陽台對女生來說就猶如陽光一樣 它絕對是租屋必要的條件之一 再來呢是關於對外窗的部分 因為女生通常很害怕這種濕氣很重 或者是有美味 而且呢長期待在暗房裡面的話 呃也就是對於身心靈上面也就是不是這麼健康 所以呢有對外窗然後整個空氣流通 再加上採光比較好 其實對女生的整個身心狀態是比較好的 所以有窗戶呢對女生來說也是很加分的喔 畢竟女生的房間就是要香香的 最後呢女生其實最注重的就是在租屋時 要有一個大小適中而且乾淨的廁所 因為很多房東他可能會因為廁所空間比較小 所以把這個洗澡的洗澡跟這個洗手台的水龍頭是用共用的 那有時候這樣感官不是太好 那當然如果可以做到乾濕分離 那對女生來說絕對是最加分的 另外呢有一些就是天花板可能會發霉 那其實也非常不ok 因為沒有對外窗的話那至少要有抽風機吧 讓整個廁所是保持乾燥的 最後呢對於女生來說 廁所他絕對要有足夠的置物空間 因為有時候女生可能化妝品比較多啊 或者是衣物比較多的時候 免疫房房其實往往會讓女房客非常的抓綁喔 以上呢女子租屋的美感呢 很多房客可能看了會覺得心裡齊齊焉 覺得欸以前怎麼都沒有 可是房東看了反而可以知道要掌握到哪些要點 因為女生呢不論是跟閨蜜或者是另外一半住 她其實都需要這些就是更友善的空間 如果呢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呢可以在下面幫我們留愛心 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掰掰